知诚环球特约赞助 吊出香港 很向往台湾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还想移民到台湾 那就要快了 全民赛英文上台 是会收紧香港人移民到台湾的条件 如果想多知在台湾置业 投资和升学的移民方法 在6月25日下午2点至4点 在MIHK就会有一个 由知诚环球举办的 《移民台湾免费港座》 还有机会得到 《来回台湾的机票》一张 长城可以致电 3955-8673 或者E-mail去 cse-mihk.tv 名额有限 要立刻报名吧 想帮自己找多个 安居乐业的门脑 那就记得不要错过了 6月25日下午见 《许可,远压送拆迈》 《门鬼》 《学会获执行》 《空门年奥》 《许可,迷执行》 《许可,迷执行》 《小的手》 很奇怪,它熟食和生果,蔬菜,肉類,混合在一起 這裡不知賣什麼,是熟的,這裡賣豬頭肉 這裡是熟的,有蔬菜,有生果,空圍也可以賣 他們的魚,真的不要攪拌 市場挺有趣,蔬菜真的很美,本地更美 這裡起碼安全,上路肉多了,這些就是葉蜆 它真是暖的 我自己會有些技,因為熟肉和生果放在一起 但整體是乾淨的,這裡放一些熟的 不好意思,親自市場賣蜆肉 不好意思 這個市場剛剛走完,跟你以前看台灣市場有沒有 這個市場我以前沒有走過 你沒有走過? 但有些很有趣的就是鬧鬚鬚 乾濕的,生的熟的 我們在香港,雖然的規範就是魚蝦蟹,蔬菜,肉類,乾貨,雜貨 熟食都分開了,但這些是混合在一起的 不過阿俊在鏡頭後面,剛才跟我們說的 很奇怪,你看到它雜亂,但地面不會有水 乾淨的,不會有垃圾 很自律的,相反是不像香港那些 然後砍完魚頭,然後掃進去,地下垃圾 即是沒有腥味,起碼又是高等文明的地方 街市是不會有腥味的 這是政府教育 對,公民教育,這個看得好 而且整體他們不是管人 而是教人如何管好自己 這是最重要的 自律 自律看得到,街上沒有垃圾 這是公民教育的問題 這個香港還要加百敬,要學一學 加百敬,我又說兩種肥原 加百敬不買 加油 加油 老闆妮,我想要兩個胡椒餅 好,胡椒餅 我不管 一個胡椒餅,我不管 哇 那你是每十三分鐘出來一次還是 沒有 不是 看客人的流量 如果客人流量多的話 我們就會再繼續考 你們是街區的老店 不算 不算 不斷老 不斷老 OK,60塊 試試看 謝謝 謝謝 有蔥 有芝麻 對 很香 脆 但我覺得這些人會怕 好像動物的巢 在牆上貼著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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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是胡椒餡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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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放餅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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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龍山寺 香火鼎盛 你知不知幾年歷史 我看它的款式也有八九幾年 不知的 1709年 1709年不是鄭成功的年代 是啊 國姓爺年代 這是最古老的妙子 堅定樓啊 哪一家 沒有看遺跡的 但我一定見 但它又承受了匪國的文化 這家紙的特色 佛報 混在一起 還有梵仔的老友記就說 這裡的傻子來考功名 考試 因為有文昌 他就派文昌臣 把他的考身證 影韌 貼在那裡 咬你老母就是中國人的月等文化 拜神咬你老母求信你 迷信 迷信 要讀書 讀書吧 屌你老母 你這樣拜一拜 不用讀書 你只是打電話 這樣就可以了 你還要拿香房去供奉那個神 這件事基本上是貴奴 是 貴奴來的 這些是要戒的 講完東西是好的 聽彭亞的老友說 這裡的香是不用錢的 這麼重要 你去這裡就拿就行了 不過這些人會自動自覺的 捐香油是不是 要自動入錢 就是這樣 要給香港人 大陸人 捐無論實得香 這個就對了 還有 拿個豬來在這裏賣 沒錯 沒錯 好像我們的影片一樣 看過就很有打賞 貴香油 對嗎 還要下載 再上載上去就死全家 如果有兩個搞和尚 很難震的 不要說是假的 搞人大陸 搞人大陸 不行 我們進去看看 不要讓我來 你看 safety 你看 你走得 journal 背又踩 你走得來 叫人大陸 好 對 你走得來 人大陸 你走得來 走吧 你走得來 是不是 你走得來 你就走得來 咁 你走得來 走得來 走得來 你走得來 前一趟 每人 uno 就應該 你走得來 走得來 我走得來 我們走得來 你走得來 來,你看看 即是我們經常在台灣時的食物是涼的 不知所謂 即是台灣也有涼的食物 有 就是這些 形成中國人的血統 沒錯 涼 因為我們在70年代時 很怕我們涼的食物是涼的 好,這裡就看看香荷 這些東西拆出來 完全不等待遇到 好的 我們選錯時辰地點來的 不是,因為昨晚你喝著酒 不是 本來昨天來的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即是早幾十年來又穿上了一點 多東西看 那個年代是80年代來的 兩邊就沒那麼驅惑的 比較嫩嫩一點 而且頂部是未封頂 但是大家不知道我們在哪裡呢 其實我們在華西街 就是傳說中的華西街 不是傳說的,真的是華西街 但是以前跟現在就差很遠 因為在98年開始吧 好像是 因為陳水扁的老人 還是97年還是98年 他老人家就開始提倡 禁倡 這些就是死傳家系列 因為以前這些是公倡的 沒錯,為甚麼呢 陳水扁的老人家 只是因為他老婆在討厭 當然知道 他沒有在討厭 他怎麼會沒有 就是這樣說 他沒有在討厭,不能讓你討厭 你也不能討厭 真的,他不行 沒有,沒錯 所以整條街就不能讓人討厭 他就提倡 當時他還在做台北市市長 是,沒錯 又這樣想 他想到死矮子 全家產就討厭 你老母臭 是你,我沒有在討厭 你也沒有在討厭 是 他好像搞了七年了 對,好像是 突然搞到,但是後來有很多迴響 廢人 他以為 這麼多窗 外面沒有窗 其實更多 更多 地下窗 地下窗 還有,久不久就打手窗 或者是 封法案,長江浪,飛利 我可以講講,上當年 1983年,我第一次來華西街 就在那裡吵? 沒有 我就經過雞鬥門口 被人吵了進去 我朋友跟我說 小心點,不要戴眼鏡 我當時沒有戴眼鏡 不要插筆在那裡 沒有,沒有,沒問題 我剪了車的背包 有一手掛一條彈 就請進去 嘩,我不斷讓他移進去 行不行 當然不進去 死都不進去 爭取一輪,突然跑掉了 唉,補著我精粗 你那隻雞都三十錢的東西 你拿來做甚麼 那隻雞三十多的 三十多好啊 功夫好啊 現在都是找 哪個金融界的猛人 都說要選一些中女 對嗎 金融界的朋友這麼說 是呀 那隻雞 吊雞 OK 而附近也有聽過性命診所 皮膚科醫生在附近 米哥不知道有沒有幫助 沒有幫助 沒有幫助 但可能阿彭亞的老闆幫助 他介紹我 對 還有聽阿彭亞的老闆 很難受韓情 不知道為甚麼 當年廢除了公窗後 每隻雞就給他兩隻雞 對,給他安家費 四十多歲 鼓勵他轉行給他兩隻雞 那你怎麼轉呢 怎麼轉呢 這兩隻雞 港幣也轉不了 沒有錯 即是四千元 五千元 是吧 真是糟糕 那好吧 我們逛逛 現在變了夜市 你沒辦法 你以前哪個位置 被人扯扯甚麼袋 在後面那裡 後面那裡 對 因為你以前當然是寬一點 不過我覺得 如果這裡還有 我們今天一定在推阿盡進去 當然 一定要推阿盡進去 一定要推阿盡進去 即是他聰明的人 是要叫那個雞才開竅 對 即是要開竅 就是要看運氣 運氣 成交轉運 OK 我們來到 在香港有時見到一隻腳 有一個黑笑 對 一隻有黑笑 這隻雞的好東西 是吧 有一個油壓 是不是好東西的 油壓 說這個發客的女友記 他經常試過 有 有知道的 有知道 是的 他試完之後 他說不斷倒油壓在身上 不斷倒油壓 不知道是甚麼 就是壓壓 即是有東西玩 壓對出東西為止 沒錯 24小時油壓 待會兒借阿盡 那個老朋友幾個電話打 1300元 如果一打 就有來自天使 就知道他來得多 是吧 落樓不知1300元 就說1300元 沒錯 即是這些是沒有試過 他不會知道的 我相信 我相信他要小心 多了 對 對 你看 我相信他要 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 說話很危險 小心 西門紅樓 來到西門紅樓 我又不其然想調劃香港政府 人家做文化創意真的很好 亦都給所有本土設計師 所謂小商戶 小商戶 有一個發展空間 為何這樣說 因為他們裏面有16點 有本土設計師 服裝工具 設計師 用很便宜的租金 開店做生意 相對於香港 美其鳴 用華洋交流 東方文化 西方思想 西方設計 不斷你老母 懂得做事嗎 即是將店舖租給外國的牌子 大牌子 收貴租 賣一些粥的 例如小提有一個店舖 在PMQ 又不忍耐 租金 很貴 原本說 之前那些本土設計師 每個人都要走出 怎樣 怎樣 這條租 生意又沒有 又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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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也很興奮 你喜歡買外國牌子 自己人家不支持 說回這裏 這裏叫做西門紅樓 看樣子這麼美 一定是日本人正來的 一致時其起 這裏叫做近藤十郎 設計師 這裏的設計在當時是頗滑時代的 是 真的在台灣是首次西方和東方的劍合在一起 這裏的紅樓就像我們先人夜 曾經說過的那個公園 在屈地街的公園 那裏是用八卦形的設計 這個也是八卦形 這個也是八卦形的 八卦形 是的 但同時之間也加了一個十字架形的漏房 即是由八卦樓和十字架結合成的 即是十字架形 就是這樣打直 沒錯 打橫 前面這個就是八卦形的樓 你知不知道幾年落成 隔五戰爭後 1907年 即是2008年 清朝暴亡之前 是的 中華民國建立前 沒錯 亦是八九幾年歷史 人家是保存了 但亦都不會因為這檔東西是正地圈 因為日本的殖民時期 那裏面是不同的 正地圈會不會炒高些租 對 這裏地圈是貴的 地圈正正多人流 人家找得好吃 對 還有一件事 你知道外面這裏是甚麼 這是飲飲食食 因為以前 不是晚上這裏是酒吧 是 但這些酒吧比較特別 全部是機巴 是嗎 是 你來了 不是我 我聽別人來說 是 那裏機器的協會 是 跟政府交易了很久 是 談了很久 後來政府都叫做 其實台灣 就是在台北的 支持同性戀 有些少數 開放很多 開放很多 而且每年那些遊行 都是在西門夢流 每年台灣有個同性戀遊行 都是在這裏 都是在這裏 是在這裏起點 阿曼必也在這裏 沒錯 外面也有些攤檔 有些小商號 就是做文創的人 在外面是擺攤的 可能現在太早 可能是10點後 就會陸續出來 我會很鼓勵 如果你離開台北 即是我離開台北 離開西門精 一定要來 感受一下那種文化氣息 還是買新東洋 買俠士 沒有人用 你香港人 注定你是面黃 對 我們要去那裏 好嗎 好 好 OK 這裏好像東京街頭 是否有人疑問我們去東京 沒有聽錯 這裏叫小東京 小東京 即是西門町 我還要去台灣多 上深圳 一定看得出來的 但問題是很開心的 沒有大陸人 全部本地年輕人就在這裏 這裏等於香港王國老王 香港王國淪陷了 買奶粉賣屌 但這裏還有很多有趣的東西 即是很便宜的鞋 是啊 總之都是小商戶 小商戶 不是太貴租金 可以頂著 買東西又不是太貴 是 是 比較新潮 還說得到 不是 我聽說昨天河和山說 西門町的租都越來越貴 拆到越貴 怎麼貴都沒有香港那麼離好 這裏是貴英份的 因為真的黃 真的黃 真的人很多 也有很多地攤 那幫西瓜呢 買了一個公仔 買了一個公仔 這個公仔我覺得真的超值 這個公仔就是680元台幣 超值 我問姐姐 你搞了多久 家裡的老師 不知是她的兒子 可能是 砌一塊一天 我當它吹水 大哥大半天也糟糕 就是680元台幣 砌一天 那你不用一本 所以本來我想 不如我早點出來買 搞不定 搞成天才搞一個 是啊 真的虧了 虧了 虧了 再附近再逛逛 我們拍一些街景給大家看 打出麻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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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你 臭ерь捞眼鏡 當他妖雌 哎 可憐阿俊啊 你光是 還要等太多了 那時候是很大的穿椅 是的 說來那個穿椅 現在設計的不斷為香港做 例如高鐵不斷犯 港豬肉不斷犯 西九屌氣老母也不斷犯 全部都是為了賺錢 他們屌氣老母 學生跳樓又不斷犯 你看見人的地方進步 你一邊墮落 我真的很不斷犯 你看到台灣的年輕人都形容得多 有希望 充滿希望 有陽光燦爛的燒容 對 香港人哪有 不知道有死幾個 再過一圈 鱷魚的東西是功器私容 為何只看玩具 大家來拍攝 我們這裏是西門町的萬年商業大樓 樓上的 基本上這個格局好像這個旺角 叫什麼 Cender 現在這一層 全層都是買一些 玩具 碟 模型各方面的東西 OK 但是我建議各位族友 其實都是留在香港消費 因為第一 只有一個連結 還有第二 它的價錢是比香港貴的 除非有些絕版的東西 或者是要找到 但是要收拾便宜的東西 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我特地不告訴阿咸十超 他瘋了 因為他頭7號 我不肯幫他買玩具 尤其是他瘋了 現在無緣來頭支持泛民 我問了他這麼瘋的心態 我也不會幫他買玩具 超 私遠 阿超 叫你 哇 Michael 我們這次要 太來了 還有還有 等一下 二番了 我不是吃過那些 這麼清的嗎 這個真的濃郁 來到這裡一定要吃台灣味 對 你打過沒有 這家嗎 說真的 第一次就給你們了 是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嘴邊肉 嘴邊肉 對 嘴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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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吃一定要嘴邊肉 這個 這個牛鞭 這個牛鞭也好吃 這個牛鞭 你吃個牛鞭沒有 我吃過 吃過嗎 原鞭還是牛鞭 牛鞭 而且這要配著薑絲吃 才好吃 你先試試看吧 牛鞭 好 牛鞭 我的蛋糕 其實我很想吃嘴邊肉 我的這個 這個 其實跟牛鞭一樣 有一個牛鞭 有一個牛鞭 不錯吧 有清淡牛肉麵 清淡牛肉麵 有點 有點尿的味道 尿 有尿 怎麼會有尿 很有嚼勁吧 這個口感挺好 牛奶麵 牛奶麵 而且吃小吃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菜上的特別的快 所以來台灣一定要吃小吃 OK 那這個是清淡牛肉麵 對 清淡牛肉麵跟你們的那個其他 紅燒嗎 喔 這個是比較清淡 清淡一點 紅燒比較重口味一點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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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謝謝 今天還有拌麵 對我是吃拌麵 牛肉麵呢 隨便肉啊這個 這個不是 這是牛肉 牛肉 牛肉乾 嗯 麵 因為我在台灣常在吃牛肉麵 所以我就吃這個吧 喔 OK 那我有請餐這個東西 這個超好吃 我家的狗都吃隨便肉 當然是清燙的啦 其實呢 告訴大家這是什麼 這個是牛麵肉 牛麵肉 是很軟的 是很軟的 所以這個 有時候發覺我呢 燉牛麵肉 在那個部位 很好吃 很好吃嗎 他一定要配薑絲 才會有什麼 要配薑絲 要配薑絲 OK OK 但是我還是覺得 這個牛麵 最好吃 牛麵 他的麵很小啊 所以要不要這樣子 而且他的嘴邊肉好軟喔 他的肉是軟的 而且好像肥肉 有參加肥肉 牛麵肉 牛麵肉 好吃好吃 那個湯 我精靈 我精靈 這個嗎 OK 好啦 吃東西吃東西 我們先吃囉 發生什麼事情 剩節目多 蛤 你只有很辛苦 養大一條牛麵肉 你知道嗎 因為我不喜歡吃這個牛肉 我喜歡牛麵肉 嗯哼 我喜歡吃這個麵 叫麵就好了嗎 你還矛盾了 他有炒牛肉 你可以跟他說我要吃這個拌麵 但是要牛蛋漬 沒有我想吃這個牛肉的醬 但我不想吃牛肉 那就是叫他給你這個醬 這個麵就OK了 對不對 要拔 要提拔 要拔 要拔什麼 提拔 好我吞這個好不好 哈哈 我可以吃這個 要拔我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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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拔我 你說麵哥 覺得怎麼樣 好吃的 很好吃的 很好吃的 我們在香港吃牛肉麵 最怕是什麼東西呢 有渣 黏牙 完全沒有 好軟 做得非常好 那我當年呢 這湯我都差不多喝光了 那這個湯 要不要放得好好玩 就是尊重這個醬 在什麼 放這個湯 要不要喝完 不用啊 不用的嗎 不用不用 一杯是要尊重醬醬 要放這個湯 沒有沒有 日本也是 台灣是很隨意的 沒有太注重的 但是它的湯 就真的OK的 好甜 好清 所以你們都喝完了 對 就是跟我們平時吃的 紅燒牛肉麵有些不同 那個醬就很濃 那你 真的要吃牛肉麵 吃多一次 不醬 很膠質 醬養蛋白 要給我讀 很喜歡這個 醬養蛋白 我還滿多的 對 原來這樣 甘春白牛肉麵 好嗎 甘春白牛肉麵 白麵老麵 不醬不醬 不醬 都要醬到最後一集了 醬了香港 最後一集 我們帶大家去到台北的迪化街 是一個保育區 但是也是買賣一些醫療的 米哥最有感情了 因為他在台北裡面 曾經從事過這個服裝設計的行業 他會在今集告訴大家 他過往的歷史 我們帶大家去台北的 這個松山文化園區 這個地方 就帶有很多做文創的從業員 在這裡擺地攤 賣手作 大麥混蛋 就一定要來這裡看看 KC就扯火了 因為他一見到 這個台灣有這個快餐車服務 就知道香港政府 搞這些快餐車是多笨 還有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台灣裡面 怎樣去保育他們的正體中文字 還有扭蛋 最後一集的 吊出香港 海船移歸 回香港 希望大家繼續捧場 星期四晚八點半 吊出香港 很向往台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還想移民到台灣 那就要快了 全民賽英文上台 是會收緊香港人移民去台灣的條件 如果想知道多些 在台灣置業 投資和升學的移民方法 在6月25日下午2點至4點 在MIHK就會有一個 由知城環球舉辦的 移民台灣免費港座 還有機會 可以得到來回台灣的機票一張 詳程可以致電 3955-8673 或者電郵去 cse-mihk.tv 明額有限 要立即報名 想幫自己找多個安居樂業的門老 那就記得不要錯過了 6月25日下午見 知城環球特約贊助 吊出香港 是不是看極都不夠後 如果想繼續看我們這麼精彩的節目 就要上lojo.com 訂閱我們的頻道 沒錯 大家還可以訂閱我們 youtube channel 的lojo.hk 嗯 還可以上我們facebook專頁 去like我們 沒錯 如果大家平時會用手機上網 看影片的話 就可以下載我們的apps iOS和Android 都是叫做MIHK 所以現在我們蘋果機都可以看 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